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读圣玛窦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当人子在光荣中和众天使一同将来的时候,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鼻子分开,好像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把绵羊放在左边,山羊放在右边。 那时候,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人说, 我父所将福的人,你们来承受从创世以来,就给你们预备好的国度吧。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的。 我渴了,你们给我们喝的。 我无家可归,你们收留我。 我衣不皮体,你们给我穿的。 我病了,你们看顾我。 我坐牢,你们来探望我。 那时,义人回答他说, 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饥饿而给了你吃的, 或口渴而给了你喝的呢? 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无家可归,而收留了你, 或衣不皮体而给了你穿的呢? 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生病或坐牢,而来探望过你呢? 君王便回答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是你们对我最小的一个兄弟所做的, 就是对我做的。 然后他又对那些在右边的人说, 你们这些可咒骂的人离开我, 到那给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勇火离去吧。 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的。 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的。 我无家可归,你们没有收留我。 我义不皮体,你们没有给我穿的。 我生病或坐牢,你们没有来探望我。 那时,他们也要回答说, 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饥饿或口渴或无家可归或衣不皮体或有病或坐牢而没有服侍你呢? 军阳要回答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没有给最微小的一个人做这些事。 他便是没有给我做。 这些不义的人要进入永乏。 而那些义人却要进入永生。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今天就庆祝基督不是君王。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庆祝这一天呢? 因为我们基督我们都知道基督是我们的君王。 基督是我们的王。 不仅不是这个世界的王,而只是整个宇宙的王。 但是只是我们接受,而且社会外邦人是不接受。 但是你要讲到王,基督君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基督就是王,我们就是人。 那如果我们在庆祝的一天,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每个人都已经领洗了。 大部分我觉得每个人都被收洗了。 收洗的时候,我们已经接受了基督的三种。 一,就是师祭,先师,还有王。 今天就是要讲王这个部分。 当你想到一个国王的时候, 现在很多国家已经没有国王了。 但是如果你想到王这个字, 你想到他是在一个皇宫, 可能坐在里面,很多保镖, 你要吃什么,要做什么都可以。 你只要执一只手, 还是说一句话, 人就会帮你做。 你要去哪里,就有人保护的。 那个是世界的王。 但是真正做王的一个责任就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看旧约, 当伊斯列人民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他们不是一个国家。 所以他们是没有王, 政府什么都没有的。 当他们到他们的圣地的时候, 也是没有王。 只有没事,答应他们。 过后,他们就看见, 他们周围的每一个国家有自己的国王。 他们也说, 我们也要一个国王。 但是最后的一个, 那个时代最后的一个先知, 撒木耳先知, 他就向天主说, 他们有一个王怎么办啊? 不可以的。 但是天主说, 他们要求就给他们吧。 看他们怎么样做苦。 因为天主知道, 当他们要求王的时候, 他们已经不当天主是他们的王。 只当一个人就是他们的王。 所以, 一个伊斯列王的责任就是, 一, 保护他的人民。 如果有人要, 其他国家要来打, 他必须保护他自己的人民, 保护自己的国家。 第二个责任就是, 他们要保护他们的宗教。 国家的宗教。 第三就是, 一直要带领他的人民向天主。 就是更接近天主。 但是如果我们看整个就业, 就知道很多好的国王, 坏的国王。 有些国王真好, 真的是保护人民, 保护宗教。 一直带领他的人民, 讨败天主。 但是有些王呢, 没有什么都没有做。 而且, 让那些外邦宗教进来。 所以, 我们, 我们领袭的, 现在已经也是所谓一个王。 但是我们责任就是什么? 责任也是一样。 保护人民。 怎么样保护人民? 就是, 我们所带领的一些人, 比如说主日学, 木道班等等, 还是我们自己的家人。 就是要保护他们。 保护他们的信仰。 不要让他们被社会影响。 因为现在, 社会越来越糟糕。 很多东西, 我们三十年以前, 根本想不出的已经出现了。 所以, 我们必须要保护, 我们每一个爱的人。 然后, 就是保护宗教, 保护我们的信仰。 我们很多之后, 只是来圣堂, 望弥撒, 领圣体。 在家里, 可能有多一点祈祷, 玫瑰金等等。 但是, 我们没有真正的, 去深入的了解我们的信仰。 当我们面对, 社会的问题的时候, 还是, 别的宗教问我们问题, 我们能不能够回答。 还是, 我们很容易的就被迷失了。 就是说, 他们说有道理, 我就跟他们去。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责任。 第三的就是, 帮别人借敬天主。 我们跟天主的关系, 一定要很深。 我们才能够, 帮别人进入, 就是说, 进入一个比较深的一个信仰生活。 其实, 也不容易的一个责任。 所以, 我们不能靠自己。 所以, 我们有几位小朋友要第一次领圣体。 圣体就是耶稣, 我们就想成是耶稣。 当我们领圣体的时候, 我们整整的是, 把耶稣收留在我们心里。 当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吃什么, 就变成什么了。 我们吃不健康的东西, 我们就变成不健康。 我们吃健康的, 就变成健康。 所以, 我们吃了耶稣, 应该变更像耶稣, 而不是更像社会的世界。 所以, 我们每个人, 包括我们这些小朋友, 要记住, 当我们每次领圣体的时候, 要越来越像基督, 而不是越来越像魔鬼。 这是我们的要了解。 所以, 我们也为我们几个小朋友祈祷, 让我们第一次, 领圣体, 他们就会感到, 听徒的存在, 感到听徒的爱。 而且, 耶稣圣神, 会常常带领他们, 让他们在他们的, 领袖的成长过程, 更加倍。 just a bit of English, I forgot. There are some non-Chinese speakers. I'll just give a short summary, and I'll talk about Christ the King. Why do we celebrate Christ as King particularly? Because we know through our faith that Christ is the King of everything, King of creation, King of the universe. but, what does that got to do with us? For that, we have to look at the history of the Israelites. Because, Israelites, as a nation, they never had a king until they entered the promised land. And even then, they only had Moses and the judges, and the earlier prophets, like Samuel. Now, the thing is this, when they saw other civilizations around them, wanting a king, they also said, we want a king. Because, yes, God is our king, but we cannot see him. He may not be there to protect us always. So, okay, we want a king that can protect us. Samuel said, of course, no, but God said, never mind, let them have what they want. Then they will wish that they never had a king, but me. And so, if we look at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 Israelites, you have the good kings and the bad kings. But, wha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king? The king has three, as far as the Israelite kings are concerned. Number one, they protect their people. They protect the people under them. They protect their citizens. Number two, they protect the religion of the people. And number three, they lead people closer to the worship of God. That was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Israelite kings. Unfortunately, many of them did not fulfill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this comes down to us today, because all of us baptized, share in the office of Christ, of priest, prophet, and king. And so, as kings, these are also our responsibilities. To protect the people around us, those whom we love, our families, our friends, our relatives, those under our charge. To protect them from the challenges and temptations of the world. Not so much to not let them be exposed, but to help them to grow, so that they know what to do. And to provide them with ammunition, so to speak, so that they are protected from the dangers of this life. And then you have the protecting of our faith. The question is, of course, how well do we know our faith? How deep do we know our faith? We come to church, yes. We come for mass, yes. We go for confession. We receive the sacraments. But, how much do we really know about our faith? About God? About scriptures? Not much. Most of us read Bible one page and we fall asleep. But that is the reality. So, it is a reminder to us to protect our faith, and we can only protect it if we love it and know it deeply. Otherwise, we are protecting something that is not considered valuable to us. And the third is, of course, helping others to go closer to God. And that can only be possible if we ourselves are close to God. If we have a deep relationship with God, we can help others to grow closer. And so, these are the three things, as a reminder on this solemnity of Christ the King, to remind us of our responsibility in fulfilling the office of King, so that in journeying with everyone, and I forgot to mention that we have children here receiving First Holy Communion. So, we pray that they too, when they receive Christ, will become more like Christ, so that through this experience, God will touch them and continue to guide them and to help them grow in their spiritual life.